精神的健康和犯罪的倾向 讲到健康问题 颅症和癌症并不是现代最可怕的疾病 颅症已经差不多完全受到控制 我们也很有希望 在很快的将来 也能够找到治疗癌症的方法 现代最可怕的是种种精神病的增加 我们已经被迫要建立很多病院 来容纳那些有精神病和神经的人 有很多人没有得到医药的照顾 但是他们非常需要这些照顾 可能有人要问 为什么要将社会中的犯罪分子 和精神病患者牵连在一起呢? 一个澳国医生及精神病患学家 富洛伊德的研究 直接产生了最广泛 和清晰而正面的结果之一 就是承认所有的犯罪者 不论他是成年与否 都是有精神病的患者 他们需要治疗 比需要受到责罚更多 所有进步的社会夹身 糾正错误 和阳气报复的基础 就垫立在对这种问题 采取胸襟广大的看法上了 如果您能够去看法上了 我们要做责罪的研究 您可以做责罪的研究 我们可以做责罪的研究